大家好,我们这组的主题是去去臭味走 我们一开始发现厕所很臭的问题 于是我们想了一些点子来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我们会分享使用者的回馈与我们的心得 我们发现在校园里的下课时间有三个问题 一,校园里的人数很多,所以厕所不够用 二,厕所里会发出很臭的味道,让人不想去上 三,有人会在走廊上奔跑,造成走廊上的人受伤 最后我们决定要来解决厕所很臭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造成厕所很臭的可能原因有三个 一是设施破损,二是垃圾在地上 还有三是经年级没对准 我们利用下课时间去观察校园里的四间厕所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厕所都是马桶没抽水 还有垃圾和排泄物在地上 我们还在下课时间去找同学访谈 我们发现观察时的确看过很多垃圾不戴垃圾桶里 但是访谈中都没什么人看过 我们经过观察与访谈之后 我们总结出了一些结果 我们发现南车的确有遇过设施破损这类的状况 但是很少见 我们还发现观察时地板会出现垃圾 但访谈中都没什么人说到 三中年级也会出现没对准的状况 不是只有今年级会没对准 中年级也会 我们观察后发现有老师、学生、宾客、打扫的人 会被厕所很臭的影响 最后我们决定来协助学生解决厕所很臭的问题 然后我们将想到的点子分成了四倍 最后我们选择了贴脚印这个方法 因为贴脚印只需要手作 不需要太大的方法或者其他 我们先去询问 叫厕所的厕所整洁的老师 然后询问他们能不能在厕所贴脚印 许可后我们做出了20张脚印 这一部分是有些同学觉得脚印不牢固 会有松脱的现象 所以建议使用油漆这类材质来做脚印 二因为厕所会有尿液跑出来 所以有人觉得很脏而不想踩上去导致尿没有对准 三有些人觉得没有必要使用脚印 自己也可以对着很准导致尿液跑出来 然后我们自己觉得脚印可以位置再好一点 然后胶带 胶带强力胶带也可以把胶带换成更强力的胶带 在这次的挑战中 我们发现要考虑到地板的材质 才不会出现脚印松脱的现象 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 组员的想法时常会不太一样 因此之后我们可能要建立小组的默契 才能让讨论更顺利 我们的报告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